星期日快要去旅行 快要去旅行 當然要買新行李箱 那麼多款行李箱 怎麼選擇呢 買行李箱選擇 最重要是試一下 好不好推 一定要試實物 很多人上網看到 是孖子或是大 就以為好推 通常送到過來的時候 就會出事 這是一個紡金屬鋼 其實它會加一塊紡金屬鋼片 上去假裝是鋼 你看到外觀是這樣 如果沒有一塊紡金屬鋼片 就會知道它是鋼鋼 看到這塊是一塊金屬鋼片 有實心 這是一個全金屬鋼 嘩 輪子真的很順 其實軟行李箱好一點 還是硬行李箱好一點 或者哪個材料會耐用一點 軟行李箱一般都會有外袋 即使不用打開行李箱 都可以拿東西 軟行李箱另一個好處 通常都是在前蓋開 如果酒店房比較小 這樣掀開上蓋 就可以撿行李 布箱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行李箱弄髒了 清理的時候就比較麻煩 硬行李箱由於行李箱硬 對行李的保護性就會比較好 同時如果髒了 用布抹一抹就可以清理 另一方面 硬行李箱的款式選擇 一般都會比軟行李多 如果行李入面多玻璃瓶 或者二碎品的話 最好選擇一些加上膠邊 或者雷框的硬行李箱 保護性就會更加強 硬行李箱通常都是兩邊開 所以執行李的時候 所需要的空間就會比較大 一般來說 硬框行李箱就會沒有擴大 而且重量來說 也會比較重 目前市面上的硬行李箱 比較耐用的物料就是這兩款 買行李箱的時候認清楚了 接下來日本OLED大減價 我想還要瘋狂購物 想問有哪款行李箱 又輕身又裝得多 有啊 如果你想要輕的話 例如這些行李箱 輕到是2點多公斤 即是一隻手指你都拿得起 如果你想裝得多 可以選擇一些有放大拉鍊的行李箱 你可以多放大10-20% 那你就能裝得更加多 但我日本酒店房很小 不夠位讓我攤開行李箱來收拾東西 你可以選擇一些前改開行李箱 好省位的這樣打開就可以收拾東西了 我想問就是我稍後會回鄉下過年 這個行李箱上不做高鐵的 他說這個行李箱你千萬不要帶去高鐵 因為會被紅白藍膠袋 你分開一些東西來裝 如果你想坐高鐵的話 其實要選擇一些長闊高 不可以加上超過130cm的行李箱 是一些標準的24吋行李箱 這個行李箱的拉鍊位 加多了條防水膠邊 下大雨都不用怕滲水 整濕行李 這款可以hand carry的小行李箱 由於內裝實用 兼車的輪子有保養 特別受控者歡迎 聽說有些行李箱 拉鍊很不安全 給原子筆一刀就開 那究竟怎樣選擇 其實有方法 有分安全拉鍊 還有一些普通拉鍊 普通拉鍊的話 其實我們平時用一支筆 刀一刀都可以刀開 如果是雙層拉鍊 你就會看到這些位置 會有兩層拉鍊 這些就是安全拉鍊刀不開的 選擇行李箱的時候 最好選擇一些 TSA海關鎖的行李箱 海關有鎖匙的話 就可以直接開到行李箱 如果不是的話 就有機會被海關爆行李箱 用密碼鎖 忘記了密碼 怎麼辦 其實你可以試試撞 撞的 就是0000001002 撞到999 如果你熟手的話 其實15分鐘就撞到 最好你當然要記下密碼 這樣就不會忘記了 加了行李箱套 行李箱會比較耐用嗎 加了行李箱套 行李箱不會耐用 但可以避免刮花的情況 但如果你不想行李箱 被人粗暴對待 最好選擇一些有手抽位的行李箱套 就可以方便行李裝塞員搬運 如果我去完旅行 行李箱髒了 可以清潔嗎 其實一般情況 這些硬行李箱 你也可以用紙巾 塞少少WD-40 然後去抹行李箱 就可以清理到污漬和污漬 如果行李箱放在一旁 有時間都不用的話 最好用清水抹一抹 可以衛生一點之餘 也可以減少膠邊氧化情況 膠邊就不會那麼容易裂開 買了一個漂亮行李箱 是時候出發了